那丫头进门的时候,我正与两个老姐妹在打叶子牌,她们俩一个是前大理寺卿的夫人,一个是前阁老家的姑娘,三十岁和离之后再没嫁过。 我们仨那是住一座坊里打小玩到大的,一套漂亮衣裳也要做成三身穿成三胞胎。 可惜后来各家父兄的官越做越大,我们仨姑娘又陆续嫁了人,怕圣人猜忌结党,许多年没敢走动。 如今父兄故去,又熬走了夫君,家中子侄没有在朝堂上做高官的,这才敢重新走动起来。 他俩好似心连心,左边打一张,右边碰了,右边打一张,左边杠了。 硬生生给我气笑了,你俩几没弄眼做什么呢,又想联手使诈捉弄我,惹来他俩的潮,还说我俩使诈。 你倒是说说自个儿手往桌底下藏什么了? 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的李嬷嬷在一旁看着,乐不可知,别人打牌累脑子,你们几位打牌啊,累嘴,奴婢给几位主子切西瓜去。 李嬷嬷嬷才走出屋门,就被三房的九丫头撞了个满怀,惊到,九姑娘怎么哭成这样? 哎呀,姑娘这脸怎么了?谁打你巴掌了? 三房的丫头捂着脸跑进门,扑通在我西边跪下,左脸上的巴掌印红通通的,哭得那叫一个惨。 九丫头快起来,与奶奶说,谁欺负你了?我要拉她,还拉不起来。 这孩子抽烟的气都喘不云了。 九丫头看见两位老夫人在,咬住手背不敢讲,连哭带喘道,不知道祖奶奶正在会客,我不该来,我这就走。 哭得跟只小猫似的惹人心脸,再看她,抬起的那双手也是肿的。 我拿帕子擦干净她眼泪,才哄得她开口。 是四姐姐打的,她要我烧水给她洗脚,洗完又要我给她剪指甲。 我,我手被废水烫着了,没拿纹剪子,剪疼她了。 她就打你巴掌,真是反了她了。 我冷了脸,将叶子牌扔回桌上,喊四丫头来一趟。 两个老姐妹对视一眼,这俩老货八卦心重,明摆着不想走,饶有兴慰地喝着茶,等着瞧热闹。 四丫头进门的时候还是笑着的,今儿是什么好日子。 平时我来请安您都嫌烦,接祖母怎滴想起我了。 贴见角落里站着的九丫头,四丫头脸上没了笑模样,往椅子上一坐,哼了声,原来是有那嘴碎的来告状了。 我细瞧四丫头,她擦了胭脂点着口汁,眉毛修成细细的弯月,十根指尖染了红红的扣单。 分明是十五岁的漂亮姑娘,硬是被装扮出一股子不属于她这年纪的风尘气。 我瞧着牙疼,你娘又带你去赴谁家的宴了,打扮成这样。 四丫头得意道,是汝阳侯府的赏花宴。 侯夫人请了好多世家女孩赴宴,却只叫我去跟前说了话,侯夫人带我可亲近礼。 你娘真是。 我心中忍不住斥了声,蠢东西,汝阳侯府又是什么好去处。 年初时,四丫头她娘,老三家媳妇来找过我,让我帮忙把四丫头塞进宫中选秀的名录里,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让她丫头进宫作妃。 我叫她歇了这份心思,老三媳妇就记恨上了,这几个月绕开了我,把四丫头打扮成花蝴蝶式的满京城覆宴。 蠢东西,连好女百家,求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越国公府的姑娘急急了,外边多少双眼睛观察着,姑娘家泰然自若,自会有美名远扬,越是表现出恨嫁的样子越跌缝儿。 罢了,左右不是亲孙女,我多余费这心思。 那你让小九给你洗脚,还打她巴掌是怎么一回事? 我把小九的原话说给她一听,四丫头反倒委屈上了,我前上走多了路,脚疼得不行,让她给我洗洗脚怎么了? 我拧起眉,这叫什么话? 她倒是阵阵有词,祖奶奶心事偏着长的,谁掉两滴猫尿您心疼谁? 她斜起眼,轻蔑地瞥着小九。 我是嫡出的姑娘,明年就要嫁进侯府了。 我娘说小九是要跟着我一起出阁的,说破天她也就是个小妾命。 我让她给我洗脚,提前熟悉熟悉作妾的规矩怎么了? 我抄起茶杯砸她脚边,带了很近。 念了这么多年的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一口一个妾妾妾,说的这是什么臭话? 你娘教你的? 四丫头被杯斩碎裂的阵仗吓住了,白着脸不可置信。 祖母为了一个庶女骂我,她一个洗脚毕生的剑种,您就为这么个剑种骂我。 我绷着心里的怒火,控制手劲给了她一巴掌。 你的庶妹怎么来的?问你那个色字上头的爹? 那是你的妹妹,不是牵了慢生气的丫鬟。 当姐姐的哲乳妹妹,传出去了,你这辈子也别想嫁了,给我跪佛堂清醒清醒去。 四丫头自打声下来就没挨过巴掌,哭得跟个累人似的跑了。 茶水放了好一阵了,润嗓都觉得凉。 我不过是拿手往太阳穴撑了一下,李嬷嬷就知道我又头疼了。 可这回,还不等李嬷嬷挽起袖口,酒丫头已经懂事地走到我身后,帮我揉起了头。 这孩子声音低弱可怜。 等我回去,姐姐还不知道要怎么罚我。 小九啊,我妈撒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身前来。 你是个懂事的丫头,亲娘忙着争宠,忙着生儿子,顾不上赵管你,这些年大约是受了不少委屈。 祖母,酒丫头掉下眼泪来。 伏在我膝头垂泪,十四岁的姑娘,眉眼还是孩子模样,就已经知道什么是丑了。 我摸摸她脑袋,下回再受了委屈啊,直接来祖母这儿跟我讲。 只有一条,好孩子你记住了,别再把祖母当道使。 婚姻大事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女孩子想去给别人做妾的,所以祖母允许你算计我这一回,以后再不准了。 我,我怎么敢? 酒丫头的脸刷一下雪白,磕磕巴巴变了两句。 对上我眼中的审视,这孩子生生憋回了眼泪,屈膝跪下行了个大礼。 酒儿知道,祖母是府里最睿智最公允的人,以后再有事了,酒儿一定坦荡对您开口。 求祖母别气我这一次,我点头笑赞,好孩子,回去歇息吧。 四丫头再欺负你了,就来告诉我,祖母有的是招致她。 酒丫头走以后,李嬷嬷冲我比了个大拇指,却也奇怪,酒姑娘算计您,主子是怎么看出来的。 难道是她来的时辰太凑巧了? 我笑着摇摇头,不止,其实是她脸上的巴掌印不对。 打人的巴掌是不会留下五根清晰纸痕的,能留下这样痕迹的,只能是自己用手使劲捂出来的。 她手上胳膊上都没有旧伤,不是常年挨打的模样。 那孩子垂着眼皮,眼睛在哭,眼珠子却是亮的。 说什么,不知道我在会客。 哈,我那俩老姐妹都是从西门坐着轿子进来的,后宅有谁会听不着动静呢? 她为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跑我这儿算计我一回,不破不立,是个聪明孩子。 回头得为她想想,配谁家的小子合适呢? 四丫头跟我这老祖宗顶两句嘴,本不是什么大事。 我却没想到,当天候赏四丫头她娘,老三家媳妇就来找我讨说法了。 老三家这一房是老头子的妾生的。 那位妾太太会生,从儿子儿媳到孙女都跟她一个模样,每逢张嘴,必定是先提委屈先诉苦。 我家丫头回去啊,锁着门哭了一下午,饭也不吃,谁叫也不开门。 我垂着眼皮剥香炉,看来是老身的话不顶用了,让她去佛堂清醒清醒。 她没去,反倒哭嚎连天怨起我来了。 老三媳妇忙说不敢,又装模作样,抬起袖沾了沾眼泪,委屈道。 前些年老祖宗让我管家,我虽不愿,可您身子不好,大嫂二嫂又那样,我只能操持起这个家。 府里二十多个主子,这个张口要燕窝,那个天天吃羊脸。 姑娘们要被嫁妆,少爷们要喝酒应酬,逢年过节送送礼又是一大笔钱,各院的花销都要从账面上走。 媳妇这些年吃力不讨好,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适。 老祖宗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姑娘,这宅子里多少人看我笑话。 呜呜,媳妇真是没脸在管家了。 好吗,这是拿桥等着我服软来了。 嗯,原来长家这么累啊,我笑逆她一眼。 那换小二去管,她不是开铺子做生意,挺清闲吗? 不是自诩活算盘吗? 让她捎带手把家里的账面也管上。 这,这怎么行? 老三媳妇差点咬了舌头,瞪大眼睛挤起来。 这,这,这不合规矩啊,哪有少爷长家的? 这不行啊,几位嫂嫂和弟妹吃什么滋补, 各愿大小姑娘拿什么料子做衣裳做小衣, 每个月还要买红糖买月时袋, 后宅这些这些,哪里是二少爷能看的? 胡言乱语,胡搅蛮缠。 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我懒得再听下去了。 我竟不知咱们府破落至此,穷酸至此, 各愿姑娘的红糖月时代也要寄公账,走公出了。 拿本账上写这个了,拿来叫我瞧瞧。 府里出相多确实不假, 可账房六个先生把府里的账算得明明白白, 老大老二两家清俭,花销从不超过他们的月银。 至于老太太我,我乃清平县主, 每年一千二百两的封义够我这老太太花三年。 你倒是说说,这府里哪个院的账叫你为难了? 我这急声吏啬的话一出, 老三媳妇扑通一声跪下了。 不是,老祖宗误解了, 媳妇哪里是这个意思? 我冷冷盯着她, 十份银子从你手上走, 你往怀里揣一份。 这些年,我睁之眼闭之眼, 想着家宅和睦才是安, 派李嬷嬷提点了你几句。 看你每回装傻冲愣, 我也懒得点破, 想着老三不争气, 你为儿女多图谋些也是情有可原。 可我竟不知你这嫡母当得如此狠毒, 竟拿庶女做你亲闺女的陪嫁丫鬟。 妻不闲, 扶之过, 叫老三过来回话。 老三是被人从窑子里拉出来的。 群芳芳有上等的青楼, 中等的昌寥, 下等的窑子, 越下等的地方越荒唐。 她媳妇管家, 把银子捏得严严实实的, 一个字都不多给。 老三上不起青楼, 也禁不住昌寥里的那些滑头勾她兜里的银子, 便钻往窑子里钻。 原是好好一张脸, 印堂青, 眼珠黄, 脸颊肥, 一身的花酒味, 没得叫人恶心。 母亲您喊我, 啥事啊? 我换李嬷嬷, 给她上了碗醒酒汤。 你院里三房姨娘还看不够, 要去外边偷星。 老三差点跳起来, 母亲这话说得我冤枉啊。 您老人家开眼瞧瞧, 我媳妇是个母夜叉, 当初给我那妾, 她是专挑模样不好看的。 不好看就不好看吧, 吸了灯都是一个样。 占一条身段窑窍摸着舒服也行啊, 您猜我媳妇干什么了? 她管着小厨房, 天天给我那三房妾室喂大猪肘子, 猪油揉面条, 肥肉做夜宵。 好吗? 把他们个个养的腿比我的还粗。 男人谁不是图一个娇妻美妾? 我们院里妻不娇, 妾不美, 成天不是吵架, 就是砸东西, 乌烟瘴气的, 儿子回了家, 是真的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我闭了闭眼, 跟自己默默念叨, 这畜生玩意不是我生的, 不是我生的, 别气别气。 老三却又嬉皮笑脸地凑过来。 李嬷嬷, 你闺女小青今年十七了吧? 还没许人家呢? 不如直接送我院里, 咱们结个亲上加亲。 她那黄牙臭脸贴上去, 李嬷嬷急忙错身避了一避, 不卑不亢道。 三爷说笑了, 小青没念过几年书, 才得皆无, 实在配不上您。 老三嬉皮笑脸, 欲发来劲了。 无才我不闲啊, 女人念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进了我院里, 我自会好好疼她, 把小青疼得如珠似宝的, 您打小瞧着我长大的, 对我还信不过吗? 她快四十岁的人了, 竟敢肖想十七岁的小青。 孽畜, 给我跪下。 我一茶杯砸她脑门上, 砸了她个头破血流。 你写一封词官书, 明日送到公部去。 老三捂着脑门发猛, 母亲您说什么呢? 我官做得好好的, 怎地要我辞了? 我对着她冷笑, 你如此德性也配做官。 再在官场待着, 岳家百年英明都要毁在你手里。 老三慌了, 急赤白脸的, 模样愈发恶心。 母亲您不能这样啊。 我堂堂公府三老爷, 爹的爵位不是我的, 是给大折留的, 家里的大钱不是我的, 大头都让二折拿走做生意去了。 我辞了官, 可就变成白身了呀。 母亲, 您这不是要我命吗? 我叫李嬷嬷取纸笔来, 在空白的纸上加盖公府印章, 仰手丢她脸上。 这次官书, 你今日写也得写, 不写, 我亲手替你写。 当初是我拉下老脸, 托人找关系, 送你进的公布, 如今也算是拨乱反正, 要是皇上怪责, 我亲自去找皇上请罪。 给我写, 老三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狼狈地跪行过来, 抱住我的腿。 母亲, 我不能写呀, 写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呀。 我虽不是您肚子里出来的, 可这些年, 我带您跟亲娘一样啊。 您过寿, 还是我跑前跑后才办成的。 我呵呵笑着, 提笔战末, 往她脸上写了个大大的摊字。 你倒是提醒我了, 你和你媳妇借着我过寿, 偷吃了多少油水, 全给我吐出来, 交回府库中。 迟一日, 家法处置。 老三软了身子瘫在椅上, 喃喃着, 完了, 全完了。 小青却急匆匆从外边闯进来, 神情慌张。 老夫人, 不好了。 妾太太得知了这事, 闹着要跳莲花池啊。 府里东边有一片莲花池, 这莲花池是老头子娶我的那年, 请员林大师设计的, 只因我嫁人前最爱吃莲子。 莲子玲珑可爱, 一口一个煮粥软糯, 泡茶拜火, 生吃清甜。 我那时极爱生吃嫩莲子, 只是这东西有一条不好, 不禁放。 清早采摘的嫩莲子最好吃, 到晌午口感和味道就变了。 老头子便挖了这座莲池来讨我欢心, 他在世的几十年, 每年都惦记着护养这片池塘, 池中粉莲白莲繁繁密密地开, 成了府里的夏天第一景。 自他过世以后, 莲池就渐渐衰败了。 我走近时看见满池残河, 竟恍惚了片刻, 又被小周氏的嚎叫声惊破思绪。 我不活了。 小周氏扒在池边扯着嗓门, 疯了班要往池塘里跳。 他几个媳妇, 姨娘和孙女们拦着, 一群女眷哭着喊着, 咿咿呀呀, 吵得要命。 我冷眼站定, 都松手, 叫我看看他怎么跳。 三房几个媳妇姨娘都傻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谁也不敢忤逆我这老祖宗的话, 都慢吞吞地缩回了手。 没人拦了, 小周氏反而不跳了, 跪坐在堂边的湿泥里, 仰头哭喊。 我的老爷呀, 您在天有灵开开眼吧。 您才死了十年, 我们母子几个就要被大夫人害死了。 老爷看看这府里还有公道吗? 我为老爷生儿育女, 这老寡妇打我的孙女, 抢我媳妇的钱, 掳我儿的官, 到头来还要害我的命啊。 呵, 他消息倒是灵通, 我那边才和老三说完话, 他这边就灵机一动, 排出戏了。 我鼓了两下掌, 赞道, 这出戏倒是没瞧过, 挺新鲜, 让厨房往这边摆扇, 诸位还没用过晚饭吧? 都坐下, 咱们边吃边看。 李嬷嬷小心瞧了瞧我的神色, 从我脸上不见怒容, 爱生吩咐厨房去了。 小周氏是老爷生前唯一一个妾, 也是我耿了三十年的心结。 她是婆母本家的表姑娘。 当年在长公主的赏花宴上, 夫君叫有心人灌了米酒, 被小丝扶下去小气片刻。 小周氏拖得只剩一件小衣, 钻进了她的屋, 被婆母领着人当场撞破。 那天, 小周氏也是哭着闹着要跳河, 婆母以死向逼, 逼我夫君奈她过门。 当年我恨得想杀了她, 后头许多年, 我只恨自己当年为何心软了一瞬, 没掏出匕首照着她心口捅下去。 一错再错, 硬是让这吸血质趴在我身上, 繁衍后代。 厨房在池边的小亭里, 摆了满满两大桌菜, 三房的都缩起脖子当鞍唇, 小心翼翼用着晚膳, 谁也不敢应她一声。 小周氏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 嚎到后头哑喉咙破嗓, 难听得要命。 我再没食欲了, 沾沾嘴角站起来。 小周氏胡言乱语般弄是非, 离间家族, 将她从族谱上除名。 再造口夜, 将她这一房一起除名。 除族谱, 小周氏被气炸了, 蹭得从泥里爬起来, 林小英, 你一个克妇克兄克夫克子的老寡妇, 跟我斗了那么多年, 如今光寡孤独一个老太太了, 还想拿捏我们一家。 你想都不要想, 李嬷嬷怒斥了声, 放肆, 你是昏了头了, 斥完才紧张地瞧我神色, 亭子里两桌人 再没一个敢喘气的了, 都两股战战窥着我。 克父, 克胸, 克妻, 克子。 这么多年来, 无人敢把这八个字接到我面前。 小周氏一张嘴, 便把我的心豁开一个洞。 我几个大步走上前, 捏紧她的下巴, 滴滴笑道。 小周氏, 你听清楚, 我活一天, 这府里就没你开口的范儿。 等我死了, 一条白铃叫你随我上路, 我绝不允许你变成府里的老祖宗, 霍霍子孙后人。 小周氏木字欲裂, 冲着我喷土唾沫。 林小音, 你敢。 我是老太太亲自带进门的贵妾。 我是小轿从正门抬进来的, 我是伺候过老爷三天的。 哈哈哈哈, 我一辈子伺候老爷三天, 怀了三个孩子。 我儿子都做了大官。 你的两个儿子都死哪儿去了? 哈哈哈哈,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快活吗? 心口疼得要裂开, 我恨极怒极, 一脚将他踹进池里。 来人, 取家法。 小周氏出口不逊, 例如鹰猎, 打三十家棍。 长家不靠刑罚, 自打我那爱用家法 惩治人的婆母过世后, 这宅子已经二十年没动过家法。 可小周氏千不该万不该, 辱骂我的疯而裂。 莲堂里全是淤泥, 将他枪了个半死, 好不容易爬起来, 又一身泥水淋搭地 被家丁捆在行凳上。 三十棍不留情面地打下去, 小周氏发出杀猪式的哀嚎, 喊着, 我儿快去报官啊, 儿啊, 快救救为娘。 池边几十人围观着, 没一人动, 老嬷嬷们眼皮都没眨。 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儿媳 缩着肩膀躲在人群后, 老三骂了声, 姨娘, 你还好什么? 还嫌不够丢人吗? 他的柚子也嘟囔道, 你也真是, 嘴上没个把门的, 你惹老祖宗做什么呀? 平白招来这苦, 小周氏气得双眼翻白, 差点绝过去。 我看了一场大戏, 却无半点快胃, 心头如同结了冰。 将他锁回院里, 他赶出房门一步, 给我打断他的腿。 目光扫过老三衣房, 从子到孙都在我严肃的目光下, 坠坠不安低了头。 家宅不宁是大祸。 今日成一戒白, 万望子孙们警戒。 今后咱们府里不准再有一件烟杂事, 谁敢再犯, 别怪老太太, 我心冷。 这一天又乱, 又吵, 白天茶水灌多了, 夜里是半点困意也无。 防风灯照着明烛, 里头的烛火一跳一跳, 灯火中好像摇曳出谁的影子。 我正正做了片刻, 想起风儿烈, 还有原纸小时候, 我带着他们骑马, 射箭, 在围场里扑萤火虫的救世。 我这个娘不会缝衣, 不会补袜, 也不会夸孩子。 总想着夫君是慈父, 那我就得做严母, 在孩子们面前总是严肃端庄的, 总在给他们讲大道理。 原纸一个女孩, 也没见过我多少温柔, 风儿烈就更别提。 他们没做好课业, 要打手板, 顶撞师长忤逆不顺, 罚贵也是常试。 我的三个好孩子, 却从没怨过我。 夫君是好好先生, 总有意无意地为他们开拖, 被我发现了, 连着他一起罚钞书。 夫君总是不博我面子, 笑呵呵地跟着儿女们一起抄, 自称温故之心, 多独有益。 那时候真好啊。 一转眼, 好几十年, 就这么从掌心溜走了。 老三辞了官, 管家权, 由我的二孙儿接手后, 府里的天都好似情了。 九丫头渐渐爱往我院里跑, 缠着李嬷嬷教她插花, 霍霍了我院里不少花, 连最娇贵的兰花 都差点惨遭她的毒手。 可我舍不得怪她, 院里的鲜活气少, 我养了十几只鸟, 养了一只粘人的小喉巴狗, 说到底都是怕寂寞。 有小辈惦念着我, 实在是叫我欣慰的事。 九丫头教会鹦鹉说平安吉祥, 教会小狗站起来俩前蹄作医, 逗得我每天直乐, 心中阴霾就这样悄悄散了。 中秋宫宴, 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和告命夫人出席。 往年是老三家媳妇随我一同入宫, 今年懒得待她, 她也躲着我走, 没敢来触我眉头。 我便去问大儿媳和二儿媳。 自打风儿和烈儿过世, 她两人身具简出, 几乎成了府里的隐形人。 要带我俩去公宴? 大儿媳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 声音苦涩。 娘疼惜我们, 我们如何不知道? 只是这中秋节是团圆是大喜的日子, 又是皇家宴请, 规矩更重, 我和二弟妹都是不吉之人, 进宫去怕是要让人说闲话呀。 我轻轻瞪她一眼, 谁敢说你俩是不吉之人? 娘和你们一样, 身上的告命都是傅家立了大功证回来的, 咱们便该坦坦荡荡站在人前。 邻家这回也会去, 想我邻家满门忠烈, 咱们岳家满门三英, 一个大杂会宫宴, 怎么就去不得了? 我那几个宝贝孙儿孙女, 也都到说亲的年纪了, 哪家的儿郎有担当, 哪家的姑娘德性好。 全靠你们俩长眼, 你俩把腰板挺起来, 做两身新衣裳, 咱们大大方方地进宫, 我倒要看看谁敢嚼舌头。 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对视一眼, 琪琪矮了声。 皇家总爱在中秋夜 设宴宴情百官及家眷。 小时候我跟着爹娘来, 后来跟着夫君来, 如今带着媳妇来。 宝盒店五十年没变样, 还是记忆中辉煌富丽的模样。 离前宫门还有老远, 就看到一位盛装打扮的官夫人站在门前, 点着脚朝我的方向料。 那是我的圆旨。 我心头发暖, 拉着两位儿媳的手加快了脚步。 圆旨却更急, 小跑着来到我身边, 站出一个明晃晃的笑脸。 阿娘,你怎么来得这样吃? 叫我好等。 圆旨嫁得幸福, 他嫁给了钟秦伯府的大公子, 在我们这样的人家算是低价了。 老爷和我却都挺满意。 两孩子对视时眼里有很亮的光, 是心悦彼此的模样。 他的公爹和婆母都是慈矮人, 该管事时管事, 该避嫌时避嫌, 带圆旨如同亲女, 不比我差半分。 今日女眷多, 她的夫君不便靠近, 隔着三步远, 向我行了插手礼, 被攻得很低。 我细瞧她的模样, 再瞧圆旨眉眼间的笑意, 就能猜到他们夫妻二人 近来感情如何了。 老夫人安康, 自上次别后, 老夫人风姿不减, 钟秦伯夫人挽上我的手。 我也笑着和她中秋安康, 圆旨跳到我身后, 凑到她两位嫂子身边 叽叽咕咕说小话去了。 他们撒感情一向好。 今年中秋宴的热闹更胜往年, 只因过两日就是朝华掌公主的四十诞辰了。 四十岁不好大半, 便借着中秋宴的油头热闹热闹。 皇家爱看瓦舍戏, 今年不光有戏, 还有西域跳舞的, 变戏法的, 上林院还排了出锐鸟报喜, 几十只绿孔雀从御花园飞来, 当真是漫天的流光溢彩。 满殿叫好, 赏, 众众有赏。 小皇帝喜笑迎塞, 刚到了声赏, 朝华掌公主便困得打了个喝歉。 说话声量不小, 有什么可赏的? 今年的戏是谁排的? 好声没劲, 怎么年年都是一群女人 一一压压的唱? 一点阳刚之气也无, 小皇帝的脸色便不好看了。 掌公主是先帝一母同胞的妹妹, 是金上的姑母, 碍于辈分, 小皇帝不爽, 也只能憋回去。 总管太监忙扯起笑脸, 有的有的, 知道您爱看什么, 哪能不背着? 中古斯月季就位, 起军舞。 我坐直了身, 宁目向殿外望去, 只听殿外脚步声铿锵, 三百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 跑进宝和殿广场, 看他们身上的甲咒智势, 便能认出这些是京中六大营的兵。 军舞其实也叫战舞, 大劫之后跳军舞, 欢腾气氛, 大败之后跳军舞。 古武士气, 京六营的兵多是世家子弟, 是受祖宗避孕入的军, 进了京六营的兵, 一辈子也打不了一场仗, 只盼着养资历升将军。 坊间总笑话, 京六营的兵是软脚虾, 其实不然, 他们是忠心耿耿的皇家亲卫队, 御前带刀侍卫都是从京六营中选拔上来的。 这些青年人满场上肋骨摔跤, 鸡否合歌, 直看得我心潮澎湃。 要不是今天穿树不妥, 场合不妥, 老身真想上场跟这些兵比划比划枪法去。 小皇帝又起身盛赞道, 好, 好, 我大圣男儿有如此劲骨, 是天下之福, 百姓之福啊, 又是皇上话刚落。 丈公主招招手, 是以一个白面太监赴耳过去。 那太监喜眉笑眼地接了赏, 跑到殿门外拉长吊子唱, 鸡否阵里第一行左属第三个, 最俊的那个, 对, 就是你。 快上前来, 丈公主赐酒, 群臣哗然。 朝华丈公主的德性, 京城里没一个不知的。 他十六岁时和亲丹下小国, 做了十年的王妃, 直到丹下被匈奴攻破边关时, 他提前得了信, 一丝犹豫也无地把丹下国王捆了, 扔给匈奴。 自个儿拿着君王虎符, 调集了三千亲卫军, 护着他逃回京城。 丹下本就是小国, 都城中除了那三千兵再无一丝防御力量, 几百个皇族就那样被灭了族。 头颅与尸骨堆成了百尺高的金冠, 逃回京的长公主怕被天下人辱骂, 急急忙忙不公德, 花重金给定国寺里的佛度了金身。 头一年还算是有些人样, 瞧着风声过去了, 长公主是彻底原形毕露了。 他在府里豢养了十多个男宠, 结亲, 抢探花, 买昌冠, 男宠都是这么来的。 他常年派嘉宾在国子剑门前蹲点, 遇上俊俏的男学生, 就将人掳回府中春风一度, 去年有个学生不堪受辱, 硬生生在国子剑门口处了住。 长公主荒淫无度, 是京城有名的混账。 朝堂多少本折子参塌, 小皇帝都没法处置。 一来那是他亲姑姑, 矮了一辈, 稍有怪责, 就是一顶不孝不敬, 忤逆尊长的大帽子。 二来, 长公主是和亲回来的, 十六岁花一样的年纪, 出将丹夏小国, 丹夏王被杀后, 他就成了寡妇, 实在招人唏嘘。 可今日宫宴上, 几百双眼睛看着, 那名姬否的兵, 惨白着一张脸, 西行禁殿, 竟被长公主要求坐在他旁边, 圈壁供饮浇杯酒。 小皇帝勃然大怒, 皇姑母, 你如此语举, 有把阵放在眼中吗? 长公主一脸的无辜稚嫩, 奇怪说, 皇上怎么恼了? 今日是和家团圆的日子, 姑母没有可以团圆的人, 瞧她长得似我顾去的夫君, 才叫她过来陪我说说话。 皇上怎这点胸襟也无? 是贤姑母丢人了吗? 小皇帝被她堵得哑口无言, 脸色清白难看, 一殿死记中, 我落了快。 公主, 老身岁数, 大脑子顿, 有三问想不明白, 劳公主解答, 大约是我语气太和气, 朝华嬉笑着仰在那否冰胸口。 哎, 老夫人您说, 第一问, 我问她, 你何过一次亲, 就当自己是国之功臣, 人人都该敬你让你, 你身为丈公主, 就能仗着权势和辈分横行霸道。 第三问, 是为皇上问, 您是天界出身, 该知道天界先论君臣, 再论亲缘。 君为上, 臣为下, 公主您跋扈这么些年, 皇上处处忍让, 你竟不知廉耻在公宴上大放厥词, 是要欺君犯上吗? 你, 谁许你这么问, 朝华脸色大变, 我撩跑起身, 一步步逼近她。 你嫁给丹下王, 成了几十万百姓簇拥的王妃, 匈奴的铁蹄踏破国门时, 你带着亲卫先脚底抹油跑了, 此为不忠。 你逃回故土那年, 先帝才嫁鹤不久, 你就大肆豢养男宠, 此为不孝。 你想着三座城的封义, 可今年春夏, 三城大旱, 朝廷紧急开仓放凉, 百姓食的是往年的康米, 公主却仍挥霍无度, 此为不仁不义。 朝华丈公主牙尖嘴利, 惊叫道, 你又是哪家的老货? 凭什么教训我? 满殿落针可闻, 几十位大臣, 几十位告命夫人, 都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窃窃私语起来。 我笑了声, 老身, 是开国将军林贤堂之长孙, 燕云一战中战死的 五目公林重云之长女。 三十岁时, 我领兵亭领南叛乱, 五十岁时, 率三万林家军夺回燕云, 立一等战功, 先帝封我为清廷县主, 一品告命。 老身, 亦是前阁臣月明照之遗双, 今月国公府的老祖宗。 月家老太君, 朝华长公主大惊失色。 他在殿上众人的目光中, 咬着唇不安地站起来, 不知老太君亲临, 使我莽撞了。 我错身避开他这一离, 只笑说, 公主嫌刚才的军舞不够震撼, 不如老身亲自为你跳一曲。 好, 好, 长公主惶惶不安地坐下。 我喝了声, 见来。 那名鸡否兵急忙推开公主, 眼睛亮晶晶地为我送上佩剑。 殿外战鼓升起, 无数乐师为我作配。 我舞的是我们林家剑法, 论优美, 自然比不上金六营排出来的战舞, 却全是我们林家历代祖先 在千百场战斗中 琢磨出来的杀技。 如猛虎啸林, 如雄鹰铺天, 一剑斩风雷, 一剑灌沧海。 至鼓曲终了时, 我一剑朝着长公主赐去。 啊! 朝华吓得瘫倒在地, 剑锋立指在他面前停下来, 桌上的酒尊被斩成两半。 酒水洒了他一头一脸, 一股怪味从他身下漫开。 我收剑, 还给那副兵伸手拉公主起来。 不知这支剑舞, 公主看得尽兴否。 朝华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伴上挤出一个笑。 老太君的剑舞, 自然是最最好的。 小皇帝挣了两膝功夫, 拍着龙椅朗声大笑。 好! 好! 精妙绝伦! 精妙绝伦啊! 老太君宝刀不老, 今日实在大饱眼福啊! 满殿的老臣为我喝好。 战公主一声不敢吭, 抹着眼泪灰溜溜离了席。 这一番阵仗快把两个儿媳吓死了, 回家路上抓着我左瞧右瞧, 生怕那剑锋伤了我的身。 原只笑他们小题大做, 咱娘是什么人? 五岁拉弓, 六岁拿刀, 十六岁就能在贼窝里杀个来回的, 怎会被一把剑伤着? 大儿媳仍心有余悸, 娘怎么一点都不怕呢? 那毕竟是丈公主, 万一惹恼了她。 我合着眼睛养神, 不足为惧, 她今日屡次触怒皇上, 彻底断了自己的气数。 我只是怕皇上在那么多臣子面前下不来台, 帮她一把。 果然, 第二天, 宫中就传来了 皇上让长公主禁足半年的消息。 儿媳们又夸我神机妙算。 公宴过去没几日, 边关的将士快马加鞭送回了一封染血的战宝。 燕云城破了。 匈奴一支三千人的前锋, 从长城残破处翻越关爱, 击溃燕云城, 仅仅用了两天一夜。 我朝近十年间没有打过仗, 战时一起, 守军竟连封碎怎么点火都忘了。 匈奴大军已经开始在燕云城外整兵, 一旦大军会合, 京城就危险了。 朝中主战还是主将的声音吵成一片, 各有各的道理。 战宫主人被禁了足, 嘴却没闲着, 很快放出风声。 那位老太君不是风光得很吗? 叫他做主帅, 让百姓见识见识当年林家军的威风。 老太君今年六十了, 小皇帝愤儿甩袖, 彻底跟他这姑母撕破了脸。 可百姓人心惶惶, 在长公主有心引导之下, 匈奴非我不能敌的言论传遍了大街小巷, 满京城八十万百姓都盼着我出席。 而我们越国公府大门紧锁, 小辈们把门看得严严实实的, 都不许我出去露面。 大孙儿忧心, 朝华长公主居心叵测, 她是要拿天下悠悠众口逼死您啊。 祖母万万不可中了她的奸计。 二孙儿焦急, 我已吩咐北地几个城的大掌柜关了店铺, 一旦战况不妙, 咱们全家往南逃。 女儿圆子气鼓鼓地拍着桌, 整个朝堂上那么多武将, 竟没一人敢站出来做主帅, 那一群男人都是窝囊废吗? 三房四房地吵得更凶, 生怕我真死在战场上, 全府就这么垮了。 我养的那只哈巴狗全在我膝头, 四野听懂了主子们吵架, 吓得瑟瑟发抖, 我摸摸她的脑袋。 祖母不跑, 我是林家的女郎, 将门的子孙, 哪有临阵脱逃的道理? 祖母, 您今年六十了, 我摆摆手, 示意他们些声。 老身六十岁, 又怎么了? 就只剩一把老骨头了吗? 黄中七十岁推风必进, 大败曹军, 薛仁贵六十八岁带病上阵, 还能脱帽退万敌。 老身六十岁, 又怎么了? 十年没打仗, 正是松松筋骨的好时候。 李摸摸通我心意, 只需我一个眼神, 李摸摸便从衣橱中找出了一根长拐杖, 双手捧着成于我。 那是先帝赐我的龙头拐, 我斧着他, 好似斧着一位熟悉的老朋友。 走, 随老身进皇宫。 我三十六岁那年, 阿爹重伤不遇, 死在边关。 我五十岁那年, 邻家上下十四位男儿, 连同我在军中历练的长子二子, 拿命拼死守燕云, 为百姓往后方撤逃扛了七天救命的时间。 十万邻家均于不足三, 剩下的全是散杀一样的兵, 朝廷典将吴仁英。 我披麻戴孝, 重整旗鼓, 扛着林家军的大旗出征。 夫君东奔西走, 为我愁挫粮草, 为躲避匈奴劫道, 五日不眠不休, 生生耗死在运粮路上。 我奋战半年, 夺回燕云。 三万林家军死绝。 我班师回朝的那一天, 站在城门口, 给数万等着儿子, 盼着夫君, 盼着父亲归的百姓下跪磕头。 先帝赐我这龙头拐的时候, 这拐与我的发顶一般般高。 如今我腰背勾搂, 已经没它高了。 可这龙头拐在一天, 老身的魂便不会倒。 我主这龙头拐, 一步一步走上白玉街, 走进女人不被允许进入的金鸾殿。 满朝文武都被震得说不出话。 上朝的战续是按官位由高到低排的, 站在这殿后头的人, 有许多新面孔我已经认不出了。 年轻的文官武官哗然大惊, 老臣们却都回身, 眼里含笑望着我。 只因他们知道, 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林氏女又要来捅破天了。 我请皇上许我披甲上阵, 做这回的主帅。 小皇帝不可置信道, 三千匈奴兵杀了咱们两万守军, 以一敌妻, 怎能是人。 那些匈奴兵信奉大巫, 他们都是妖魔。 我们的将士肉体繁区, 怎能打得过。 我看着小皇帝紧张到发白的面孔, 心想, 到底是年轻, 到底不如先帝爷杀伐果敢。 那皇上是准备要想, 小皇帝紧紧攥着龙头, 神色阴晴不定。 匈奴贪婪, 要我们奉上一百万两黄金, 还要三万件精锐兵器, 要和亲的公主, 还要八百名送嫁的美人。 我一字一顿道, 燕云破了, 退手宣服, 宣服破了。 还有大同, 胜败乃兵家常事, 老身不敢担保, 此战一定能胜。 但老身知道, 我泱泱大国一旦投降一次, 服软一次, 子孙后代就再没个安稳了。 小皇帝重重抹了把脸, 老太君一味主战, 万一您败了惹恼了匈奴, 叫匈奴大举进犯, 夺一城图一城, 这样大的罪过老太君担得起吗? 我皱起眉。 这样的结问, 我又怎能担得起? 殿门外却传来另一道洪亮的声音, 主战的还有我。 八十多岁的孙老将军, 推开家中儿孙搀扶的手, 目光锐利, 步伐稳健地从殿外走来。 孙老将军曾做过皇上的武学太傅, 说话的分量比我重。 皇上, 危难之时切不可退, 退一步就是国难当头啊,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这一声好似撬开了关键, 金鸾殿上的武将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出列。 老臣请战, 末将请战, 兵部长官二十一人, 臣等主战。 小皇帝双手紧握成全, 这位年少登基的孩子环顾四周, 露出些无助的模样来。 朕, 朕还没有准备好。 皇上, 我拿龙头拐在地上轻轻一击, 大殿上的喧哗力指。 将士的宿命是保家卫国, 当守好国门寸土不让, 青年人, 莫要总想着养精蓄锐, 等到有万全准备的那一天再开战。 没有那一天, 战士当头, 永远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 咱们圣朝已经十年没打过仗了, 老虎睡久了, 爪牙变秃了, 就跟牛羊没什么两样了。 小皇帝撑着御案, 咬着牙想了片刻, 手终于不再抖。 他端起国喜盖在圣旨上, 准月老太君池率印, 带朕出征。 定好的出征是九月初十, 留给告别的日子不多了。 初三那天, 我登上定国寺, 去拜别了一位故人。 小沙迷是新来的, 挠挠头问, 您要见竹穷师祖。 竹穷师祖是谁? 我不记得寺里有这人呀。 一旁的洒扫僧轻轻拍拍他头顶, 合掌到了具阿弥陀佛。 施主随我来, 这僧人一路走, 一路与我解释, 竹穷师叔住在山顶, 心境变绝短, 他做早课比我们要早半个时辰, 四里新来的小孩子都贪睡, 一个月也碰不上几回。 我笑着听这僧人讲竹穷, 山路难行, 李嬷嬷的腿脚还不如我, 我便让他在半山腰等着。 山顶的老槐树不知已活了几百年, 树下坐着一个白眉老僧, 好似早知今日会有克制, 以不好茶水, 香炉与棋盘, 只等着我来。 我静静坐下, 与他手谈一局。 我的棋路从来都是大开大合, 有种汉不畏死的莽进。 老僧的棋路被我逼得转为首饰, 渐渐地手也守不住了。 只得白白手认了书, 他唤我小鹰。 小鹰, 你还和年轻时一样果断, 坚毅, 落子无悔, 贫僧便放心了。 祝你大节, 戴凯旋时, 贫僧为你接风洗尘。 我笑着问他, 今年是你出家的第四十个年头了, 那年得知我要嫁人, 你就跑进定国四闹着要出家, 后不后悔。 逐穷失笑, 很是认真地想了想。 第一年悔得肠子都清了, 想着你怎么还不来催我还俗, 我爹我娘怎么还不来领我回家。 我与夫君是先帝赐婚, 先帝那时刚刚登基, 龙椅不稳, 一连下几道婚约, 将我们几个世家 牢牢实实地捆在她的船上, 以抗衡诸王。 黄命不可违, 也不敢违, 一道圣旨盖下来, 满门荣辱就系在我身上了。 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变成了我们两家 要闭紧嘴巴咽下去的秘密。 年少时的喜欢都成了笑话, 我再不敢说要嫁给他。 竹穷提起茶壶, 但金色的水流会成衣线, 倾入碑中。 后来渐渐开悟了, 头发长出一茬, 剃一茬, 三千返老司就这么被剃干净了。 四十年过去了, 我已经记不起 那年跪在宫门口 求皇上收回圣旨的青年 是什么样了, 我连他长头发的样子 都想不起来了。 只看得到眼前人头顶上的 九个戒八, 还有他两条灰白的眉。 竹穷, 你老了。 他笑着窥了声, 是啊, 大家都老了。 我二十岁嫁人, 他二十岁出家, 这四十年间, 我们笼共见过四十二面。 每年一相逢, 也不定具体日子, 每年看到桃花开了, 便知故人将要来了。 多出来的两次, 一次是我邻家满门战死, 他下山为我父兄 念了四十九天的网生经, 另一次便是今天, 天色昏暗, 好似要下雨, 透着几分不及。 我将杯中的残茶引进, 便起身告退, 施竹且等等。 竹穷略有些仓促地 行了几步, 追上我, 从袖中掏出一枚 早早备好的平安符, 这是住持加持过的, 祝你旗开得胜, 平安归来。 我笑问, 开过光的好物件, 不收我银子。 他哈哈笑起来, 目送我走完了整条山路, 走到日头西垂时, 定国四顶的豹石鼓响起, 鼓声庄严壮阔, 我顿住脚静静聆听, 直听到眼睛发湿, 那是我十年没有听过的声音, 那是邻家军鼓。 鼓乐沿用百年, 词曲却更迭过好几轮, 最后一版词令是我娘写的, 沿用十年至今。 将是镇前一杯酒, 家中漆在手, 莫愁莫愁莫回头啊。 九月初时, 移拔营, 城楼上军旗烈烈鼓风, 我喝完皇上赐下的剑行酒, 握紧长枪直指向前。 大军拔营不过半个时辰, 就有人敲响了我的车窗。 压低嗓音装腔作势说, 老祖宗累不累, 可需要人给您闲聊解闷, 捏肩锤背。 原指, 我惊了一跳, 掀开车帘一看, 竟真的是他, 你胡闹什么, 打仗的是启事儿戏, 快给我回去, 阿娘, 就让我随你出征吧。 这十来天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一闭上眼, 总梦到你。 原指忽然住了口, 连连往地上催, 呸呸呸, 我什么也没梦到。 我瞪他, 吃他都没用, 他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哪里还怕我瞪他? 趁大军休气地见戏, 原指跳上了马车, 笑盈盈抱住我手臂, 阿娘可别骂我一个。 大嫂二嫂都跟在后军中, 带着十几个仆妇 做缝补将洗的活, 九丫头也跟来了。 三位表哥分别率左军和右军, 会从辽东和大同持援燕云。 大哲人在兵部, 正抓紧操练神机营, 月底出发, 他们两码精兵, 绞成比我们快, 道得不会比我们迟两天。 我的好二折儿, 甩下几十万两的生意不做, 督管了这次的粮草输送, 保管不会叫军中的口粮 马草断堂。 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拿指头戳他脑袋。 胡闹啊胡闹, 这是天子点兵, 又不是咱们当年的林家军。 原指抓过我的手包在掌心, 他道振振有词, 阿娘是我们的宝, 谁舍得眼睁睁看着阿娘一个人出征。 我, 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都六十岁了, 被唤一句阿娘是我们的宝, 他也讲得出口, 只是不知怎么, 心口热腾腾的, 这才是我们一家人。 父与子, 子与孙, 生生不息, 一脉相承。 前线战况不妙, 匈奴大军集结得太快了, 从城楼上急目远眺, 只能看见北边黑压压的兵 如同乙群, 朝我们越逼越近。 我不出三百探子, 报回来的粗略数字说, 敌军左中右后四路军队, 骑马集结了二十万兵马, 这是要在三天内推平燕云的架势。 一旦匈奴兵临城下, 包围了城, 燕云就是死局, 善战者不能一味防守。 匈奴有汉不畏死的赶死军, 还有天下最强的战马。 可我们稳健, 我们有兵家策略, 有一流的阵法和严明的军纪, 还有源源不断的补给。 我们必定会胜。 军令台上响起进攻的鼓声, 我披上战甲, 握紧长枪, 重重一边马。 将士许国, 死不选种, 而狼们随我冲。 这一仗, 足足打了三个月, 从九月一直打到了年关, 匈奴积蓄力量一次次冲关, 都被我们的将士打退。 他们补给线拉得太长, 终究弹尽粮绝, 无奈退了兵。 大节荡日, 满城灯火通明。 太守府中设了庆功宴, 武将们最爱这个, 因为这是军中 唯一准许喝酒的时候,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要多痛快, 有多痛快。 我端起一碗酒来, 仰头引尽, 我竟诸位英雄。 年轻的将领们起哄道, 老太君平时排兵不振时, 那么多话, 今儿怎么只干巴巴地说一句。 您多说几句, 我却笑着摇摇头, 早早退了场。 其实, 我是撑不住精神了, 我如同一根绷紧的弦, 站一枚了, 身上的劲就好似一下子散了。 城楼之上, 有守卫在吹熏, 呜呜地, 吹得人心里难受。 这座饱经风霜的燕云城, 好似一个受了苦的孩子, 在呼唤着我, 在喊疼。 我扶着女儿墙, 一步一步迈上城楼。 身后有人喊我, 阿娘, 你等等我呀, 别走那么快。 原指笑盈盈追上我, 才走了几步, 又有人追出来, 天这么凉, 祖母也不穿件披风。 是小九那丫头, 我的乖孙女, 拿一件暖和的披风 裹上我的身。 我的哲儿, 孙儿们, 都一个接一个地追着我出来了。 我失笑, 好好地庆功宴, 你们怎么都跑来找我了。 二孙儿道, 一群大老爷们撒酒疯, 有什么热闹? 快叫厨房再做几个菜, 我们陪着奶奶喝酒才热闹。 哎, 跟我想一块去了, 原指笑着称事。 大孙儿和小九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兄长的几个孙儿也笑着看我。 可是怎么, 他们的目光猛然从喜悦变成了惊恐呢? 老祖宗。 而孙儿们扑上来, 团团围住我, 撕心裂肺地喊着, 哦, 原是我仰面摔倒了。 打仗真的好累啊, 我想歇歇了。 军医往我舌根下塞了身片, 是调命的餐。 我摔这一跤, 搅黄了庆功宴, 把孙老将军也惊动了。 老将军是我父亲的固有, 眼底含泪, 拍拍我手背, 小鹰啊, 你这一辈子太苦了。 我笑起来, 有什么苦的? 我生在四月, 出生的那天日照金山, 繁花如锦, 却鸟满亭。 我喝过大漠的酒, 听过王朝的歌。 我曾撑起两个家族的荣耀, 也曾守护一个王朝三十年的和平。 我一生坦荡, 一生赤裂, 一生前行。 我昂首阔步走得稳健, 生时光辉灿烂, 走时侄孙满堂。 有什么苦的? 酒丫头哭得不像样, 祖母再撑一会儿, 匈奴的投降书就要到了, 祖母别睡, 祖母不要睡。 好啊, 那就再等一等。 我已听不清她说什么, 我看到好多的人啊, 好多人来接我。 我看到我的几个老姐妹抱着纸鸢, 笑着唤, 小鹰, 快来放风筝。 我看到竹琼年轻时鲜衣怒马, 大声说, 小鹰, 咱俩一起长大, 你就何该嫁给我? 还有我家那个死老头子, 那妾后的几十年, 他很少欢欢唱唱地笑了。 在我面前总是一脸愧疚的样子, 如今总算干干净净的, 只有我们两人。 我梦到我的原址, 我的风儿恋, 三个好孩子围着我喊娘。 我看到自己五岁时第一次拿得起枪, 爹爹将我高高抱起, 朗声大笑夸我是邻家的好闺女。 我看到自个儿幼时生病, 娘亲找百家不头为我秀百家背, 灯下熬红了一双眼睛。 最后, 金光洒满山巅, 记忆归于墙堡中的一声啼哭。 燕云的城楼之上, 千年来, 头回为一个女人想起丧钟。 吴归名小音, 大字林英赤, 我生来便是一鱼大圣王朝的雄鹰。 林家在一天, 则将魂不倒, 将魂在一天, 则华下永赤。 我做一些银子都会搞定了。 我们艺末才是年轻 boş�的。